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过了战友 别看是男士军装 却反而能让他更方便的隐藏住自己的女性身材 今天我们就接着上周的话题 继续来聊聊大家最感兴趣的几个问题 即木兰到底是不是和战友睡在一起 和木兰如何洗澡 木兰来大姨妈了怎么办 我们之前说到木兰所穿的铠甲能给他提供很好的伪装效果 但木兰总不能日日夜夜都穿着铠甲 一直穿了12年吧 这光靠服装藏得了一时 藏不了一世啊 毕竟木兰也是要吃喝拉撒 也要洗澡的 那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又是怎么避开的战友呢 有人说木兰官之高 由自己的赢账 这要自然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猜测 但他总不能一入伍就当官吧 还有人说木兰当的是赤猴兵或者传令兵 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 而且要保密 所以他不能跟战友们睡在一起 有很多私密时间等等 但是赤猴都是轮班制 总不能一年到头只用一个赤猴出任务吧 而且赤猴和传令兵说实话没啥前途 属于干半辈子都生不上去的那种兵 所以以上种种猜测 终归还是有一些牵强的 江武生不才 接下来有一个个人见解 想要说与大家听听 当然一家之鉴不一定对 也欢迎各路大佬前来交流指争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木兰当的是骑兵 骑兵 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骑兵 讲究的就是快来快去 诸水草而居 他们不会像汉人军队一样 扎营时要用围墙把营区围起来再开个营门 而且北京茫茫大漠草原 也没有这个条件让他们搭建营区 他们就是找一处有水有草的地方 以识人为单位各自歇息 为的就是无战况时方便放马 有战况时又能迅速集结起来 上马就开干 干不过掉头就跑 也不损失啥 所以识人评价其为 君无资重 乔窜之苦 咱来看看同样是北朝民歌的其余歌词中 是怎么唱的 从铁两档这样的用词来看 不难分析出这是一首起于军舞的命歌 资历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自家军队的赞叹和自豪感 而放马大则中更是说明 北魏骑兵部队在行军扎营时 没有汉人军队的那些条条框框 更不会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 那有人要问了 就算游牧民族的骑兵不会搭建营区 那帐篷总是要有的吧 这个确实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木兰所在部队普通士兵使用的帐篷 绝不会像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 一队士兵共用一个的大帐 而是一种单人小帐篷 由于北魏在兵制武备方面留下的史料非常稀少 历来没有人分析过 北魏骑兵到底是怎么扎营的 蒋武生手里也没有直接相关的资料 但是我还是从唐代杜佑所住的通点中 发现了一些可不参考的东西 因为隋唐府兵制 其实是北朝士兵制与部落兵制的结合发展产物 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所以蒋武生认为 通点中所在出唐骑兵部队的杂物配给标准 应该也适用于北魏 我们按起来看唐代前期 步兵与骑兵战时后勤装备的最大区别 唐朝军队的基础编制是 一队五十人 一队又分五个火 没火十人 这个跟北魏也是通用的 木兰此中出门看伙伴 指的就是与木兰同为一伙的战友 那么通点中这句话说的就是 一个队有木五口 窝五口 也就是每个火都有一木一锅 锅就是做饭的锅 而木在古代的军队里指的就是行军帐篷 不信我们再来看 李卫公兵法中对扎营的论述 说临时下营纵向多少口木 横向多少口木 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乱大帐篷就属于违章建筑 不过以上这些资料都是针对于步兵 那么出唐骑兵又是怎么做的呢 通点中也有记载 这段话我们打眼一看 咦 怎么没有木的存在呢 也计通点虽然没有给出解释 但江武圣又在唐代兵书 《太白阴经》中找到了答案 该书中说 骑兵是不给配备木的 他们用以避雨预寒的东西 是什么呢 一个叫批粘 一个叫粘床 应该都是皮毛制品 粘床就是行军背 而批粘则是一种大披风 平常可以穿在身上 素营时随便找几根木棍一支 就是一顶单人小帐帽 只有这样的单兵装备 才最适合骑兵的快打快撤战术 唐军尚且如此 那么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出身的 北魏骑兵们 又怎么可能做的更加繁琐呢 所以我的推测是 即便木兰不是将军 不是赤猴兵 他也从未与同伙战友 睡在过一个帐篷里 这样一来 他隐藏身份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不存在了 至于洗澡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游牧民族行军喜欢猪水草而居 接着引马的机会 找个偏僻地方处理一下 虽有暴露的风险 但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行性 军不见 曾经我军著名女战斗英雄郭俊青 也是女扮男装从军五年 未被人发现原来是女儿 如厕洗澡 从来不与战友一起 战友们也只当是他的个人习惯 打破脑袋 也不会去往性别方面想 这一点心理学上很容易解释的通 惯性认知而已 最后我们再从木兰的外貌 和女性生理特征两个方向入手 来解答一下那个终极靠问吧 首先是长相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木兰的长相 应该是偏男相的 因为从出土的北魏女友 和一些壁画来看 贤卑族的女性 长得实在是与我国人民 传统认知上的美女不搭嘎 基本都是长鼻高耸 面盘宽大 如果不看发型和衣服 很难分清是男是女 所以说影视作品呈现给观众的 都太美好了 你以为古代女扮男装的女子们 应该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但很可能 他们却是这样的 这样的 以及这样的 虽然看上去很难让人接受 但其实 由于古代的生活条件比较落后 一般人家的女儿 很难出落成我们今天审美认之中的美女 别说北魏 找几张清末的老照片看看 心里也多少能对古代人的长相有点普 不过说到清朝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意识 清代野记中有一篇故事叫做女统领 说的是同志年间有这么一位姓陈的女统领 女扮男装带兵打仗 这陈统领力大无比骁勇善战 是当朝的记名提督巴图鲁 清代的巴图鲁 大家应该都在清宫剧里听说过吧 蛮于勇士的意思 代表人物有清初的敖拜 乾隆朝的海兰茶 以及晚清的僧格林契 这大姐能跟敖拜这号人物 用同样的战斗力评级称号 你想想得长成什么样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木兰的生理问题 首先大家一定要把赵薇 刘亦菲等一众试验过花木兰的大美女的脸和身材 从脑子里踢出去 如果木兰真的长了一张神仙姐姐的脸 别说她是个女的 就算是个男的 在军中估计也会让人忍不住往歪处想 实际上因为膳食健康和生活条件等因素 古代人的发育是不会有现代人找的 比如说现在的小孩 上初中就开始发育第二性征 但是古代人很可能就要晚上几年才发育 这是其一 其二则是显卑女性自幼习武的传统 也会给木兰的发育带来一些阻碍 因为不论是骑马射箭还是舞刀弄棒 放在今天都属于高强度运动 而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参加剧烈运动的女运动员 首先是月经初潮的年龄会明显推迟 其次是必经 布条等异常情况的发生率 要远高于普通女性 而且开始从事剧烈运动的年龄越早 训练年限越长 情况就越严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们还没今天这么重视女运动员身心健康的时候 世界上的女运动员们 有不少都深受提前必经的困扰 再加上木兰打仗的地方 可不是什么江南水乡 而是漠北极寒之地 常年的军旅颠沛和紧张心态之下 木兰如果能出了场刘亦飞那个长相 才是怪事 所以科学点分析 那就是长期从事剧烈运动 必然会导致女性身体内雌雄激素失衡 因为要维持住机体脾 身体就势必会增加雄激素和肾上腺素的分泌 而肾上腺素一多 又再次刺激搞同这种雄激素的分泌 没完没了 形成一个能让女人绝望的壁环 甚至丧失生育能力 一般来说 女性雄激素分泌过多了 就会出现一些男性性征 比如体毛长 长胡子 所以有的人还会问木兰不长胡子 不奇怪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多余 因为我本人一直认为 如果木兰的事迹是真的 那么她多少得长点胡子 才是正常的 总部上所说 拥有一身高强武艺的木兰 在北境抗敌的十余年里 很可能过的就是马不下鞍 义不懈奖的艰苦生活 再加上常年累月的作战和训练 让自己本身的女性性征 变得更加不明显 如此看来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 特定的战斗地点 和特定的民族身份等种种前提条件下 隐藏住性别这个事 技术角度上来讲 确实是有很大可行性的 所以木兰词的最后说到 出门看伙伴 伙伴皆精盲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就一点都不夸张了 伙伴们的反应 大概就像我们今天盯着某位 跳舞小姐姐的腿 留了半天哈喇子 结果突然有一天 人家表示自己是个女装大佬一样 我们也会忍不住要表达一下 自己的震惊之情 同时配一些卧槽害怕我裂开了 这样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画出来 或许有人会说 蒋武生 你这样分析木兰 又说他长相难看 又说他会长胡子 这不是他亵渎民族英雄吗 其实啊 这也正是我最后想说的一些话 千百年来 木兰作为一个中烈跳异的 金国英雄形象 为各朝各代的统治者 民文人们所赞美传送 有人赞他的勇子 有人赞他的教授 有人赞他不用风 赞得操守 近代以来 亦有人赞他为 性解放的先驱 然而片番数字 从来只见木兰 终军艾伏的宏大徐士 却唯独没有人在意过 木兰自己的悲欢离合 说忠孝 走上战场 又何尝不是为行事 第一呢 说永武 你单看到了他的杀敌受伤 就为了想说 这十几年里 为了野蛮身份 他承受了多大的后悟 而战争 也让他变 不再有女权特征 说女权 毕竟不是一个内动 不属于 不属于女权的统治 与其说 他这种东西大作业的 无先见家伙 可待可不如说 逃不过 居住家庭 并非安排 像往往是残酷的 在木兰的故事里 从来都没有 在家里 有的只是一个 将一生中 最好的服装 一个男人的身体 就是在下场 无女 流出外征 无来 无事少女 木兰自立说 开我东哥们 说我几个男 不我战士跑 说我 就我去查 当文人们 都在为木兰 不为荣 把富贵所中 亲眼照好 说木兰过马 我都觉得 他莫军 只是想推到 第二天前 直播的夏天 没有军事 没有探机 在真正 做一回 好 好 本期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专注 不用支持客户的 学乎说书来 江武将 如果喜欢江武将的节目 还请大家 三连关注 也不必 各位关注老爷们 下回再见